台北101大楼五年就可以盖好 但是我们的国会改革法案却八年写不出来 现在竟然有执政党的立委上节目辩解说 八年都没有推动改革是因为法案太难所以写不出来 台湾第一条捷运木炸线自1988年动工 1996年启用 历时七年六个月由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 1907年发响 1915年就发表出来 花了八年发表影响全世界的理论 第一代的iPhone 2004年研发 2007年完成 也才花了三年时间 2016年iPhone7到今年已经iPhone15都出几代了 结果执政党说 国会改革法案太难写不出来 回到台湾 执政党全面八年执政 八年的时间啊 台湾黑熊最多都可以生出三代 黑熊宝宝可以当黑熊阿公了 可是法案还是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到底要给民进党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国会改革呢 看起来他们的逻辑是天下无难事 只要肯摆烂 反正承诺一直放着 时间自然会冲淡一切 所以我呼吁所有民进党的委员下周愿会 起意来归 大家早安 本席今天想质疑的是 台北101大楼五年就可以盖好 但是我们的国会改革法案却八年写不出来 国会改革是一个让阳光照进国会 重要而且攸关人民权益的事情 但是从2015年蔡英文前总统提出改革方案 历经八年全面执政到他卸任后毫无动静 不知道是民进党忘记了承诺还是想不起来呢 现在竟然有执政党的立委上节目辩解说 八年都没有推动改革是因为法案太难 所以写不出来 先不论这次国会改革法案的核心价值跟内容架构 早在2012年也就是12年前 由我们民进党的林佳龙立委所提出 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其他重要的事情 都花多少时间完成 以下资料也是参考网友整理 非常感谢网友如此关心台湾民主 首先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台北101 1999年动工 2004年完工开幕 历时5年4个月 台湾第一条捷运木炸线 自1988年动工 1996年启用 历时7年6个月 还有世界上其他的重大事件 由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 1907年发响 1915年就发表出来 花了8年发表影响全世界的理论 第一代的iPhone 2004年研发 2007年完成 也才花了3年时间 2016年iPhone7到今年已经iPhone15 都出几代了 结果执政党说国会改革法案太难 写不出来 回到台湾 执政党全面8年执政 8年的时间 台湾黑熊最多都可以升出三代 黑熊宝宝可以当黑熊阿公了 可是法案还是写不出来 直到最后呢 我们终于写出了执政党的修正动议 可是当其他两党要支持的时候 民进党又举手反对了 所以我们到底要给民进党多少时间 才能完成国会改革呢 看起来他们的逻辑是 天下无难是 只要肯摆烂 反正承诺一直放着 时间自然会冲淡一切 所以我呼吁所有民进党的委员 下周院会起义来归 不要再延宕你们自始自终 所以我呼吁所有民进党的委员下周院会起义来归 不要再延宕你们自始自终